他們說頭髮長在上面燒 說把頭髮燒斷了 說浴是假的 頭髮燒不斷 說浴是真的 大陸藝術業者站在講台上 口默很飛 教導從台灣到廈門旅遊的旅客 如何分辨真浴假浴 去浴米買是不是 會擔心買到假貨 當然 我講一下 所有東西都是真的 購不定的 沒有假的 你隨便買一個拿去慶遞 它都是真的 只不過你們要擔心的是 值不值這個價格 比較擔心的是 花了高價格買到了平衣貨 有台灣旅客到廈門旅遊 被帶到專門賣玉許的購物中心 自稱老闆兒子的業者 事犯驗貨 還號稱付上證明 讓旅客心動掏錢 結果回來鑑定後心都碎了 他就覺得賺到了 怎麼可能只花5萬塊台幣 就買到一個墨黑和田魚 我們還全部出去 問了台灣的導遊 問他說這個會不會是假貨 導遊還告訴我們說 你放心 不可能賣你們假貨 你們放心 回到台灣以後 我們真的跑去驗了 珠寶店看完以後 我們還去了兩家 珠寶店告訴我們說 這個都是爛玉 都是假的 投訴旅客表示 花台幣5萬買的 墨黑和田魚 家贈小皮修 原本以為賺到了 沒想要鑑定後 相加市值不到4000元 5000元買的白色和田魚 鑑定價值只有500 每塊玉石都附有鑑定證書 寫著國家級資質鑑定 取信於消費者 但這種證書 非常容易偽造 花錢買玉的旅客 認為旅行社沒做好罷關工作 也不能說 說實話也不能說它是假貨 因為產護玉的話 就只是有分不同的等級的部分 那只能說 可能玉的等級不符合 客人想要的需求 那當然就是 在不符合需求的狀況下 公司能夠協助它 退房貨的方式 我們就會盡量多協助 旅行社表示 賣玉店家都有大陸官方認可 不會賣假貨 是雙方對品質認知有差異 承諾協助退款 記得台北綜合報導 超級公司cin碩